其实我们做人工智能 现在我们需要很强的算力 就是包括比如最近 大火的聊天人工智能软件 它为什么这么火 是因为它用非常大量的数据 又用了一个超强的算力 然后当然加上他们一个算法 最后训练 后来他们又加了一项技术 叫人在环里面的增强学习 就是说原来出来的东西可能不好 那不好怎么办呢 他雇了一批人 这批人叫标注师 他会根据你的提问 然后系统给出的结果 他是为哪些地方不理想 他会再编一个注释的东西 就是标注一些东西 然后再重新送回去 让系统出来的东西 是更适合于 就是人比较喜欢那个结果 所以现在就比较大火了 所以你要想做这种好的人工智能系统 离不开大算力 前些年就是2020年 我们在深圳组织了 做了一台叫云脑二的机器 一秒钟100亿次智能运算 那这个其实是很强了 那么做像刚才说的这种大模型 大概最多两个月 就能把它训练出来 但是一两个月的训练时间 我们认为还是太长了 所以我们需要呢 有更强的这种训练能力的机器 所以我们最近正在勾画 这个设计云脑三 那这台机器呢 比云脑二呢 它的这个速度 计算能力上呢 又增加了16倍 是1600亿一次 换句话说呢 就是10的19次方 10的19次方这么多运算能力 大概在十几年前 曾经就有一个科学分析的论文说过 比如说你要想模拟一个人脑的计算 运算能力呢 就是10的19次方 所以呢我们要做云脑三 就是有了这套云脑三的一个机器 至少在原理上 我们可能还不知道 人脑真正工作的逻辑和模型 但是至少我从计算的能力上 我已经有这个能力去 实时地模拟一个人脑的工作状态 但是我们能不能切好 都是第四个人脑的工作状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